81 華僑報,在澳門境內涉嫌使用危機站設備被渣渡內地人而交諸警 2015年7月13日 韜文33珠海消息記者陳毅珠海報道 7月初,珠海相關部門發現設置危機站行為有有旁壞之勢 7月9日,珠海公安、澳門市警、移動公司再次聯合採取行動 找獲涉嫌使用危機站設備的7名犯罪嫌疑人 並於7月11日晚22時30分時左右在宮北口岸辦公區域而交給珠海警方處理 珠海拱北口岸是中國最大陸路通關口岸 比倫廣澳,日軍過關旅客如20萬人 近年來有旅客投訴,其所用手機在口岸關口地區信號極差 甚至手機無法正常撥打電話 經通訊部門核實 這種情況是由於在口岸地區有人使用危機站設備 侵佔了正常使用的移動通訊機站頻道 向手機用戶發送垃圾廣告 由於正常使用的移動通訊機站頻道被侵佔 指使手機用戶無法正常使用 國警旅客和在口岸地區民怨恨大 危機暫時非發無線電通訊設備 它能夠搜取以其為中心數百米至幾公額 必經範圍內的手機訊息 危機站可以屏閉正常通訊機站的訊號 強制連接用戶手機訊號 並任意無用他人手機號碼或銀行等企業強行向用戶手機發送詐騙 廣告推銷等短訊息 據了解 之前為打擊危機站犯罪 珠海警方自2013年以來聯合移動通訊公司 對口岸地區的危機站犯罪進行多次打擊 找獲涉嫌危機站犯罪分子一批 繳危機站設備一批 有力地打擊了口岸地區的危機站犯罪 但隨著珠海警方對口岸地區危機站犯罪打擊的不斷深入 犯罪人員為逃避內地警方打擊 特意將危機站設備安置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向口岸地區發射訊號 珠海警方最積極於澳門司警、移動公司 珠海無線電委員會、口岸地區中管辦等部門多次協商 達成合力打擊的共識 珠海公安、澳門司警、移動公司、國施其職、互相協助 今年2月15日、4月8日 澳門司警在澳門境內共找獲涉嫌使用危機站設備的犯罪嫌疑人13人 並將其中11人先後移交珠海警方 經審查,珠海警方對涉嫌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李某 南、23歲、湖南人、吳某輝、南、22歲、福建人等9人依法刑事拘留 後依法而送起訴 7月初,相關部門發現設置危機站行為有有旁壞之勢 7月9日,珠海公安、澳門司警、移動公司再次聯合採取行動 根據相關線索,澳門司警在澳門境內找獲涉嫌使用危機站設備的犯罪嫌疑人 鄧國某 南、28歲、河南人、何某、南、20歲、四川人、二某源、南、25歲、四川人、劉某福、南、27歲、四川人、黃某、南、35歲、吉林人、黃某田、南、26歲、吉林人、張某亭、呂、21歲、四川人、等7人、並於7月11日晚22時 30分時左右在公北口岸辦公區域而交給珠海警方處理、珠海公安連夜開展審查工作 近日,珠海警方公布了四種常見的詐騙短訊 1、清網銀動態密碼器失效,需要升級,請用護登陸網站 2、假務房東,並稱自己出差在外,讓你擺房租打到某某卡賞 3、讓用戶登陸境外非法賭博和綠合彩網站 4、各類非法廣告、預防地產、服飾、銀行理財產品等 珠海警方提醒移動電話用戶提高警惕 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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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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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